上一节我们给大家介绍咱们这个C元10B的四种精致 重点掌握什么我说一下 第四个 重点掌握 一 每一种精致的写法 记住 每一种精致的数据的每一位可以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二精致的每一位只能是零和一 八精致的每一位只能是零和一 十精致的每一位只能是零和一 零一二三十五七八九 十六精致的每一位只能是零二三十八九 ABCDEF 对不对 第四个 第二个你要掌握 如何写 如何在C代码当中 写一个 写每个精致的数据 如何写个二精致的数据 零B前缀 如何写个八精致的数据 零前缀 如何写一个十精致的数据 直接写 如何写个十六精致的数据 零X前缀 没有问题吧 这第二个要注意 第三个 你要重点掌握什么的 重点掌握什么 重点掌握这个站位符 对 重点掌握这个站位符 OK 你要以什么样的格式 输出这个整数 是吧 那么我们说 要以8进制输出 用什么 百分号O 要以10进制输出 百分号D 要以16进制输出 百分号X 好 最后一个重要掌握 记住啊 一定要使用各种进制来 来数数 一定要使用 一定要啊 一定要数连使用 各种进制来数数 好 随机来啊 我们来数个数 数个数啊 我举个例子啊 假如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那个二进制 二进制啊 哎呀 二 二进制啊 当当 好 这是我们的八进制 当当 这是我们的十进制 当当 假如这是我们的十六进制啊 十 十六进制 好 现在啊 从零开始说啊 二进制零 二进制零这么表示的 好 那么八进制零怎么表示的 零 十进制呢 零 十六进制呢 零 好了 下一位二进制多少 一 八进制二位多少 一 十进制的下一位 一 十六进制下一位 一 非常好啊 二进制的下一位 一 不要说二好吗 一零 八进制下一位 二 十进制下一位 二 十六进制下一位 二 二进制的下一位 一 一 八进制 三 十进制 三 十六进制 三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零 不要是 不要是十二啊 那个啊 是吧 一零零 我再强烈点 这个每个人都会啊 你这个不会到下午 没办法搞啊 八进制的下一位 是 十进制的下一位 是 十六进制下一位 四 好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零 一零零 然后呢 八进制 五 五 然后呢 十进制 五 十六进制 五 好 下一位 二进制 一零零 是吧 一零零啊 然后八进制下一位 六 十进制下一位 六 十六进制下一位 六 好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零 八进制下一位 七 十进制下一位 七 十六进制下一位 七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零零 对不对 八进制下一位 一零 不要搞错了啊 十进制下一位 八 十六进制下一位 八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零 一 他呢 一零 他呢 九 他呢 九 九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 一零 八进制下一位 十二 十进制下一位 十 然后十六进制下一位 啊 谁说一零的 A 十六进制下一位 A啊 我说过要回数数了 大哥哟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 一零 他的下一位 一三 他的下一位 一零 他的下一位 B B 二进制下一位 一零零零 一零零 然后呢 八进制下一位 十四 一零四 是吧 十进的下一位 十二 十六进下一位 C 他的下一位 一零零零 好 他的下一位 一零五 他的下一位 一三 他的下一位 D 好 他的下一位 一零零 他的下一位 一零 他的下一位 一四 他的下一位 一 好 他的下一位 1111 他的下一位 17 他的下一位 15 他的下一位 F 是不是 好 他的下一位 10 100 他的下一位 20 跟着哥哥数啊 20 他的下一位 16 他的下一位 10 好了各位啊 所以你看 二进制的11 对应的8进制是13 对应的10进制是3 16进制也是3啊 是不是 这个一个对应关系吧 其实从10进制来表示3 他们都是表示这几个数 从10进制来表示 他们表示这个数是解 都是3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二进制对应的 10进制是解 11 8进制是13 16进制是解 B 就这么意思啊 所以大家第一 重点啊 重点掌握 重点掌握 咱们这个 每个进制的 数数 它是怎么数的 刚刚有同学 就数不来啊 这个必须要会数 必须要会数啊 因为这个 跟智商问题 跟智商是不是 关系不大啊 是吧 跟智商没关系啊 一定要会数数啊 OK 一定会数数 就是什么意思 要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啊 因为你不会数的话 我们下午讲 那个类型转换的时候 不是 讲那个 那个进制之间转换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法数了 并且我们下午 还有讲什么呀 还有讲那个圆码 反码 普码 也必须要求你会数数 你不会数数的话 就有问题啊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我们下午就说到这儿了